大家好 我是Rui 我是Ada 喂 抱歉 你是太久没拍了吗 大家好 我是Rui 我是Ada 好久不见 Oh my god 我是感动的想哭 其实非常非常多人问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消失了一段时间 差不多三个月都没有发片 然后常常会收到讯息 我们怎么了 这个频道结束吗 什么的 如果你这样问 就表示你没有关注我们的IG 快去关注我们的IG 我们还是在A系发现非常多 这三个月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 战争就是装潢 我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但因为太多人敲碗问了 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看 新家的进度 比较大的部分快好了 不要哭 我们没想到会需要做这么多的小小的决定 然后会有收到这么多的压力 影响我们的发片的速度 因为我们会需要花很多的心力 跟想法跟时间跟Energy 都在这个企划上面 如果你想哭哭不出来 你就去做装潢 你每天都会哭 我这个月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也是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装潢 所以我们有遇到非常多的问题 跟非常多的决策要去做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 自己本身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为什么我们遇到也比较多困难 也是因为我们喜欢 然后想做的事情 比较是发誓的 因为我是法国人嘛 然后我不会常常回家嘛 这样我们自己的家 我也想做一个 比较很像我法国的家的那种 我在家里的时候会觉得 我在法国 这种的实际 这种的美感 其实台湾人比较不常见 所以有时候也难表达近书 台湾人觉得法式 跟我觉得法式是什么 有时候有差别 比方说木地板 你比较说类似这样子的 不是有点像文化差异的装潢 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挑战 对对对 然后这些挑战身为脆弱的我 就是很容易 我们两个J的人 不喜欢矫正吃车 矫正企划什么的 出装潢 是个大挑战 对 出发新家 Let's go 我们现在在新家了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小声 没有我们现在趁工人去休息的时候 我们赶快来开箱一下 现在新家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比较完整一点的样子 因为之前就是很乱 像这样一样 让我来吧 我可以先走吗 我想看解答的地方 不行 好 OK 我们从海拖开始 就是一支门口嘛 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巨大的一个蟹龜 然后我们将把这个蟹龜也变身 就是想一个小枪壁 让这个空间可以跟客厅粉开好 不会从客厅看到很多乱的蟹子 包裹啊 衣服啊什么的 那个蟹龜真的巨大 哇一整排都可以放几双鞋 到天老板都是鞋 那边也会装一个镜子 再来出一个重要就是客厅 不一样 哇 开始 之前那个也太不一样了 真的太不一样了 我现在先放一个小的BA 因为现在真的差不一样 那这个客厅应该是最法式的房间 在这里装了很漂亮的线斑 真的很有巴黎的感觉 就我看它这种的墙壁会觉得 哇我在法国 其实很漂亮的那种LBNB什么的 到处都是这种 这里是鞋柜 所以这里是建议说 我们不要让这个空间可以去放一些白饰的 对 然后我觉得这样它画得很漂亮 这里很完美 有很多空间 我可以放很多海贼王的玩具 呃 那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不开一半 那现在最重要 也让我们最多空 那最多麻烦 就是这个地盘 那为什么这个部分那么发生呢 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V-shaped 硕石的桌子 它是非常传统的 从 Paris 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美丽的房间 如果你看一些照片 还有一些葡萄 他们会一直有这种硕石的桌子 I love the feeling of the wood 因为我想问 那法国这种地盘叫什么 这个是Poin de Hongrie Hongrie是Hungary的意思 所以这里不是巴黎的啊 是Hungary的啊 这是 这是欧洲啦 欧洲就是巴黎啦 哈哈哈 Oh my God 哇哇哇哇哇 OK 所以我看这个地盘 我满常会觉得 哦 有回到法国的感觉 我真的在家了 这很难得在台湾 一个家里面可以有这种的设计 我觉得超棒 我像我在家一直不会想念法国 然后我出来也很开心在台湾 所以 这样是一个很完美的北河 我超开心 再来介绍一个很重要 各位大家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哇 他们都做好 这个舌头 好漂亮 大家这里真的是 Ada的小猛狂厨房 我先想介绍一下这个空间 因为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然后这个 原本是万算没有预计要做的 我第一次开箱的影片 我一开始说有舌方 对我们来说是刚好 结果我们的设计师 有给我们建议 一个大改变就是我本来要的办公室的墙壁打掉 这样可以打开 给这里更多的灯光 更多的空间 可以做一个开放厨房这样的风格 然后我们非常非常想要一个开放厨房 我们也非常注意阳光 然后我们一直在想 啊好像原本的餐厅的空间太小啊 然后那边这里跟厨房都会太暗 所以为了空间舒服一点 我们决定要打掉那个墙壁 这里就变成超大 原本那个墙壁就在这里 就这里就管掉了 这两边分开了 有一个超大的dining room 我们在法国一定要有一个dining room 我们不能一直在点吃这个小桌子吃饭什么的那这个不行 法式生活吃饭的时候要有意识感 要有一个漂亮的桌子可以让你真的享受那个饭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吃饭啊 一起约会 然后都可以看外面的风景 然后我们翻过来一下 看在我后面这里 爆爆爆爆爆爆 我们装了一个超低大这里的冷气 超酷 因为原本那个厨房跟餐厅的空间也都没有冷气 没办法做也会超热 就是超重要 也非常非常开心 我们这样改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空间超棒 我们的房子看起来更大 我们也都换了很大的窗户 因为原本那些窗户是可能分开四片 看不到后面的风景 然后就一直有那些线 我们都改了大窗户 最多的阳光可以进来 这里就是我的厨房 需要我的厨房 要有点欧系的感觉 所以我的厨房是有做这个 就是这个手把 是比较优雅一点的 然后我们选的柜子是有一点这种 淡咖啡 是什么颜色啊 它为奶茶色 然后配上这个金色的手把 就会有一种 很大 很开心的感觉 然后因为我们家有个法国人嘛 所以大烤箱是一定要的啦 超大嘴巴 就可以煮好多面包 对 然后现在看好像还好 因为还没有准备好 没有啊很漂亮 但是还没结束啦 对还没有结束 但是我看起来觉得很开心 很漂亮 我的那些眼泪都值得了 哈哈哈 欸你的中道欸 Ada有她的island 你们不知道她是多喜欢有island 我是一个island girl 我一定要有island 所有的台湾女生 你们都值得有一个island 你们都值得island 大家 然后因为刚刚Ru有说 我们把这间房间打掉了 所以其实我们的收纳空间 变得比较少 然后设计师就有建议 我们可以在这一区就是做 三个大的收纳柜 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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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这个是真的到上面 所以我们家唯一收纳的地方就是这里 很多很多 哇塞 然后这里有非常多珍贵的古董 这是我私人的珍藏 Oh my god 你喝啊 你喝啊 我的房间非常的mindful 非常demur 给大家来看一下 Really cutie 哇 非常girly 好demur 哇 因为现在工程还在进行中 但是其实我的书房 和Ru的书房都会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希望用软妆 去表现我们的个性 所以他的房间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我平常有在接案 水电A的啊 我跟水电爸爸PK 来 为什么你不做我们全部的状况啊 最近都是我做的啊 你觉得我晚上都去哪里 我都在走 难怪我最近都觉得睡得比较好啊 现在开完Ada的房间 我们再去我的 你觉得会怎样呢 我的有一点 sad but it's more organized than yours 我的整理的比较好一点 这是我的实际啦 不要不要笑 OK 它会比较小一点 然后空间是 是法师房间 就是我们喜欢很满 就是很丰富的那种 所以我放很多箱子这样 那这个房间的故事很难过大家 就是今天这个礼拜在高雄很大的台风 所以这间房间如果下大雨会弱碎 没想到我们会买到会弱碎的房子 这么刚好 弱碎的时候是刚装完天花板之后 他们刚游戏完 装完天花板 就台风来了 不知道要怎么办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搬我们东西在那边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把它装好 所以我们要等那个邻居那边修好 再可以装完这个房间 所以这个装完我们蛮多压力啊 有点难过 第一次发现是台风的时候 我又去检查 因为我很紧张 我们脚会怎么热 听到一个 我说Oh my god 是什么 我超难过 我直接打给我妈妈 我说妈妈 我们这个房子真的好入水了 在法国这种事情是非常难处理 在法国很难找师傅 每次会要等很久 而且修改会超贵 我看了这个真的崩溃 我跟你们说超崩溃 我们希望最后就可以处理好 然后就是好好的在这里生活 路易房间旁边就有一个厕所 对是我的厕所 不是你的 这也无论是跟我的房间一起 你知道这种房子登记员是谁吗 OK 欢迎来 guest bathroom 那这里基本上我们没有改调的格局 因为这个比较小 所以其实待进用的很刚好 但是我们还是重新重用 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从地板到天花板 全部都是不一样 我们都用这个 这种车磚很漂亮 好擦好摸是霧面的那种 我觉得我好喜欢摸这个东西 我会有一种高级饭店的感觉 我们很喜欢旅行 我们常常睡在酒店 我们很喜欢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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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这是我的小伙子 了presALLY 我认为今天 我觉得很舒服 尊肆到大幅屋相当的 导物 不如偶尖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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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里有个窗门 你届不得用整个窗盒 作為一個化妝 我們決定把它移動到後面的房間 建造一個大幅床 在最初我們想要做一個整個屁股 把整個地方閉上 但在3D我們看到的設計師 我們覺得這個房間很小 他會讓這個房間停下來 它看起來好像是半個大小 所以我們決定改變 剪下的屁股 保持這個地方開放 所以我們可以感到更深入的感覺 男生也有小孩要活動 對,超酷 男生也不能活動 因為有我們的東西 哈哈哈,沒關係 反正這現在是變成一個超大超盛的 好,可以挖 下面也都有空間 那邊也都有一些drawer 都可以放很多什麼內褲啊 上面也很多空間 可以放一些包包啊 還是一些箱子 所以這個空間真的好棒 然後我跟你們說一個小小的特別的設計 是This is only for me It's like the special design I specifically ask 我都是在房間用投影機看電視 所以我需要一個大的白色 想在床前面 然後一個地方可以放偷引起 So with this wall that's open like this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put my projector There will be the HDMI there and the place there So we can put the projector on top here On a small platform So it will be right here And put our anime movie Everything all there On a huge wall It will be amazing He is the bathroom Oh yeah, yeah, the bathroom now 這個很不一樣 我們完全改了他們的口具 Let's go 看這個雙吸收台 Oh my god 這個force is so important 超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Ada有太多的化妝品什麼的保養品什麼什麼 這是為什麼我們紋身其實有沒有辦法裝進去一個雙刃的吸收台 那這個很不簡單 然後跟你們說這個門 你會覺得沒有變啊沒有什麼 但是其實我們也蓋了這個門這個洞的位置 因為原本它比較那邊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放不下 所以我們拉這裡那個門 讓我們後面可以整個都變成一個大的雙吸收台 然後這裡是我的小夢 向我們裝了一個日式馬桶 Oh超開心 這裡還沒有裝完會有一個很大的玻璃粉開那個沙瓦的地方 這裡裝了一個很大的意大利人沙瓦 我不懂意大利人沙瓦 意大利人沙瓦真的最棒 我跟你們說 意大利人他們做好的事情是披薩跟沙瓦 非常好 It's like you're showering under the rain 這裡也挖了一個很大的造型 這個東方我們的那些雙布什麼的 因為我們不想要再另外一家 這個空間已經是我們存在空了 但是可以看到就裡面都會是一個超大的鏡子 所以會超棒 而且會讓那個位雨看起來比較大一點 所以很讚 超期待 YA 以上就是我們新家目前的update啦 YA 之前有遇到台風嘛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小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工程其實有delay到一些 然後希望接下來都可以順順利利 對 真的希望 我下次在這裡了 看起來很不錯耶 真的很期待 在這段時間也非常謝謝小寶優具的設計師 就是可以跟我們一起解決 很多很多很多很索碎的事情 如果有興趣認識小寶優具 我把他們的連結放在資訊欄喔 那當然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別忘了給我一個讚 訂閱的頻道 掰掰